首先呢 我們就要先處理這個鷹耳 那我先把鷹耳拿出來 這新鮮的鷹耳 新鮮的鷹耳很漂亮 然後先把它剝一剝 就是剝差不多三公分左右 就是這樣給它剝大概三公分左右 要去拿一個碗來裝 盤子來裝 就是給它 今天的這個鷹耳還蠻漂亮的 它其實這鷹耳 就是它都不用再切掉 因為它已經處理好了 他們重點就是說 把這個剝一剝就好了 也不用什麼把什麼頭去掉 什麼它都弄好了 我們這鷹耳就是把它剝一剝 大概剝三公分左右 不要太大顆 這是新鮮的鷹耳一盒 然後這一盒大概兩百克 把它剝一剝 那我現在這個鷹耳剝好了 拿去洗一下 大概洗一下就好了 那這個鷹耳洗好了 這盒鷹耳洗好了 我就把它倒到兩千CC的水裡面 放到兩千CC的水裡面 然後呢 把這杯糖來倒下去 然後呢 枸杞這個紅棗也丟到鍋子裡 然後這個也丟進來 那這一鍋湯就OK了 那我們現在下一個洞 就是拿去電鍋燈 然後呢 外鍋再放一杯水 然後呢 蓋子蓋起來 然後切下去 等它跳起來就OK了 就這麼簡單 那等一下就來看我們的成品如何了 哇電鍋跳起來了 那我們的這個鷹耳湯已經煮好了 簡單吧 那現在這個是煮好的鷹耳湯 然後撈一個 我搖一碗起來吃看看 那這個的話呢 你看 電鍋這樣子 外鍋放一杯水 然後我吃一口看看 好不好吃 很好吃 你們可以試看看 然後甜度呢 剛好 也不會太甜 如果你們喜歡吃甜一點糖 可以加多一點沒關係 好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喔 拜拜